我对这个索菲亚的第一印象啊 感觉这里还不舒服看了啊 要知道我现在可是在首都啊 这一份7块钱啊 7块钱就3块5欧 我身体挺好的 然后我刚吃完一碗饭 进来了好多人都已经 我跟老板说了一下 我说要来来拍个视频 你这身体挺好啊 我就做这近来五六个了嘛 那你这一天不得卖五六七八十个了嘛 那肯定有啊 以前好的时候还不止了 你是一来这就开饭馆 还是后面才开饭馆 我是年轻人来的 为什么要开餐馆呢 在这里没其他时间 因为我发现好多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哪里啊 好多这个好人也到当地 就是开餐馆 我们这一天嘛 装的车在资格上都超过很多 也是一个 出公司 五两个包子 Cash 那你说他们一个月如果 像你说的六百七百 两千多块钱 那这里消费比这么高啊 消费也不高 这种公寓多少钱 七八百三十万元 住个房子就把工资花完了 那里还说低啊 那对于本地的消费不是很高吗 对 交的很高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国家 我还蛮好奇的 那当时我也不知道 因为经营大助理的时候 准备去德国 去不了 就没去成啊 他们这里政府的福利怎么样 福利啊 对 跟欧洲比呢 那差的两个 那这里小孩交易什么呢 是免费的还是要花钱呢 免费的 这边中国人多吗 大概两千多的吧 两千多的吧 这么小个国家 两千多的很多了 那基本上 我估计都集中在这个首都吧 对 现在呢 应该乘入每个城市里 那也是在开菜馆吗 那现在就是零 零售变多 那东西进货上哪里进了 都是这里 在这里有批发的 这里有个市场 这里有个市场 是中国人做批发吗 对 这根本 十几个市场 还专门去取啊 我再开 你学这个语言好学吗 学了多久啊 在这里没学过 反正就是跟这里多了 哦 那你觉得基本上只能讲 跟餐馆有关的东西 对对对对 比如跟你聊一下电影就不懂吗 那其他就不懂 像我们华人跑到海外 你觉得容易吗 我反正感觉不容易 我认识的好多人也不容易 基本上都是一去就 全部清除 从零开始 完全从零开始 就要从最最底层做起 我一八年去德国 待了一年 嗯 待不下去回去吗 对对 说不下去语言不懂 哪里去不了 就也是做那种很底层的事情 对对对对 去打人工 一千多 一千多 在我这个学校中 在一年我就直接就回来 我说那儿就带不下去了 反而不想在德国带了 不想带了 那里福利是 福利是好 但是那我们就带不下去了 不习惯 因为我在这里呢 从2002年开始吃饭 也有20来年长年 的经济和客户的习惯 你觉得在国外生活 跟在中国比什么样 包括生活舒适啊 我感觉可能中国还好一点 生活舒适呢 肯定是中国 肯定是中国好 所以我就 不知道 嘘是中国人出来啊 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2001那时候 离开中国 就算是出国到外国了 别人都很羡慕啊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没有混成什么样子 不好意思回家 对对对对 一说欧洲 人家不觉得很牛逼 对对对对 欧洲这才怎么好做怎么好做 对对对 实际上你到底知道了才知道 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哪怕我在 因为我在认识中国现在 我在认识我都觉得没意思 对 认识还算是好啊 认识 上个班 一个月三十千 确实比这里高 比很多消费也高啊 哈哈哈哈 那一刷下来 其实生活质量还不如中国 而且我在认识什么 我去逛超市 我得实际选 打财了东西 哈哈 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一样超市 都是一样 所有中国人都一样 一切超市 一切超市 我首先不是看我需要什么 我只看死不打折 就过得很惨 我就忘了 对这个就是中国人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鼓势 不是现在是我们在这里也在一起 回去编中国人 那时候就跟不成 现在就是跟不成 中国为什么 中国都是 他们是找套路的 就是套路的 这里很单纯的 这里是很单纯的 像在这边做生个中国人 他们这个生意好做的 那种很好赚的 一般人赚多少钱一斤的 现在呢 那还是很赚钱的 什么生意这么赚钱 那 批发市场 哦 这批发的 你自己一个人搞这个店 对 那里不是很早就起来做准备了 8点 8点 洗菜都起两个小时 对 洗菜切菜都两三个小时 对 还不算炒 对 10点开始炒 10点开始炒 1个小时炒 要十几个小时的菜 对 那里还说不累啊 不可能不累啊 一般都买菜买了没有 搞回来这么多就累了 还要洗啊 切啊怎么可能不累啊 你喜欢啊 可怕是 要不说实际上 我这个人很懂嘛 哈哈 吃的就要来一遍 上次有个女的 他说交给那个甜酸剑 他看到了 后来他也写上了 他学了个女的 对 现在每次都要教了 真是老顾客 都认识了 认识了 他们顶上也很快 很麻利的 不响的 对 来了就顶 这里的都好黑啊 嗯 是吧 他不是天生黑 还是夏黑的 他就是在 就是在吗 他真的还是很黑的 但是那个小伙子 脸长得不错 他太黑了 而且那个 身材粗粗壮了 你喜欢粗粗壮了 还是喜欢苗条的 哈哈哈哈 什么掌握 这有什么人都在选择 这肯定有得行啊 他说我行 我就想苗条了 哈哈 早不能行 哎 他们这里 现在会多了 现在会多了 那宏仑区有呢 宏仑区有 宏仑区有 先生那是宏仑区也是有 就是说没什么 没什么货在里面 就没货了 这全是老太太 那老太太黑不这个青春呢 什么人就 看到都没有 反正怎么货呢 一百来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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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五十六很贵了 对啊 那这样的人都要呢 很贵了 对啊 因为在 在欧洲 在德国 河南 标准价就是五十五了 一条街 一两百个人 你可以是不是写了 这里以前人不写的 他说你这里也是五十五 那有点多分啊 这里凭什么那是五十五啊 你常常都是这个家 这里说没生意 没生意只能不要贵啊 反正那各个烧的好一点 想去去欧洲了 都去欧洲了 那这里好像你在呢 在那个网站上找 一般都要一百一次 网站那是准备要看的 一个的圈呢 这个以前每天都要吃十几块 现在反正每天两块钱 像这边做生意的这种中文 有找当地人家喝的吗 多吗 多 为什么不多 反正跟老婆的服务票去的 你是说习惯不一样 那个动作习惯不一样 主要是反正呢 社会习惯不一样 跟在一个性生活 性生活怎么会不习惯 你是说满足不了他吗 对 一个是满足不了 再一个他们很随便 所以这里呢 反正那以前跟老外呢 也有 基本上都是女的分别多 之前我好像看新闻说 这里有一个什么新娘集市啊 就 有没有什么 实际上呢 那上的也是都是基督寨人 啊就基督寨人 对 他是不是把那女的标价卖媳妇啊 对对 你也问过啊 对啊我问过 我说这里有的呢 我这里卖了 比较在四城 但是说是在外城市 在其他城市啊 不在这个首都 不是首都 这里估计大概有两层的城市 可以我去看一下 我蛮有兴趣的 帮你买一个吧 哈哈哈 你新餐馆反正需要人吗 哈哈哈 去买一个回家当工人也花 不用发工资 你让工资肯定要不要 你买个给了还发工资啊 那没有人 你买个老婆过来干活了 那没有人 那又可以干活 又可以做生意赚钱 然后上帝小朋友又可以用一下 那也不可能 这个太划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人家买这个两块五 对 两块五在别的地方吃不到什么东西 有的面包还买不了 对啊你这个你看到 你还有点大呢 什么七七八八的 你这简直是在做做福利了 哈哈哈 这个老婆每天呢 每天就两百 那些客户就一两块 一块多 一块多 你这一走的时候 好多人会停在响你 你这算是活出了人生的价值了 好多人靠你活着 有好多人买顾客 我跟他说 不几天搬家 他们舍不得 舍不得 对 他说他在这里附近的 叫我找 这边附近 如果他们有能力 他们都想帮你找 那他会帮你找 对 这个可能是我这条街上看的最好看的 哈哈 像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 有什么生意相比较好做的呢 或者是连生店 就是其他没有 就等于做中国超市嘛 对 中国超市好做吗 对 对 你前几年还不现在做 竞争大不大 可以咋会变 对 对 中国人没赔 中国人一看哪条街好做就全不去啊 对 比如说哪条街哪个城市好做就连连就去 那小城市只容那家一家 五家去一家就没得做了 那一家就便宜了 就谁都没得做 对 开一个这种 中国才会叩多少钱 用不了多少钱 这个是那市场合业的 什么是这样的呢 就货还不要钱 不用钱先拿出去开钱再弄 弄去完全没压力嘛 对 所以以前就是这么好看 用不了几万开钱就可以回到一家 这里还有好多旅行团啊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还就是一个当地的小吃 什么东西没注意听 这美国台 然后这里就是老潘讲的地方了 左边是那个步行街 这条街就是马上有占据活动的那条街